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鼓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经过27年的开放历程 目前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上海市的三层 并且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和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不仅是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级 同时还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枢纽 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外资企业引进来融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设立在我们的浦东 已经运行了三年半 浦东新驱在自贸试验区改革的背景之下 积极打造营商、安商、稳商的投资环境 对标国际标准 建立完善一整套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 并使之逐步定型、成熟、完善 加大了服务业领域对外的开放力度 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 以及社会服务等六个领域 先后推出了54项开放措施 累计已有一千多个外资项目落地 推动了14家国际传播管理公司的落户 2017年是自贸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之年 也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关键时期 我们浦东作为上海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 肩负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突破的发展重任 依托丰富的港口资源和基础设施 2016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第七年排名世界第一 浦东新机占比超过了九成 浦东国际机场的货油吞吐量连续九年排名世界第三 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进入世界前十排名第九 除进一步巩固海港空港的国际航运枢纽纽 能力的中间力量 我们刚刚颁布的十三五规划 浦东将以外高桥浦东国际机场 洋商临港为基础 发展沿海航运基础运体系发展带 增强全球航运物流资源配置的能力 在陆家嘴、世博等黄浦江东岸地区域为重点 以陆家嘴、世博等黄浦江东岸区域为重点 发展沿江的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带 优化现代航运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国际、国内客运、货运和飞机制造 集中的优势 今天马上要我们C9191试航了 同时我们结合铁路东站的建设 打造综合性、复合型的高端航空要素基地区 浦东新区13.5促进航运业发展财政扶持政策 也将在近日对外颁布 我们鼓励和支持重点航运企业 高端航运企业、高成长性航运企业 航运功能性机构以及航运总部企业入驻浦东 并且和我们一起成长壮大 未来浦东将建设更多面向国际的要素市场 提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 特别是鼓励有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企业和功能机构的入驻 激发航运市场的活力 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最后中心祝愿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也祝愿海外朋友在浦东的期间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